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政府所倡議的一帶一路計劃 最近在非洲那樹又在觸礁 近日肯亞的上訴法院裁定了 肯亞鐵路公司批給中資企業的 蒙內鐵路建設合約是屬於違法的 實情蒙內鐵路 傳稱蒙巴薩至內洛比的標準軌距鐵路 連接了上述的兩個地方 內洛比就是肯亞的首都 而蒙巴薩就是位於肯亞東部的港口城市 和中國也頗有淵源 在明朝的時候 鄭和曾經七次下西洋 去到第四次的時候 鄭和的船隊曾經抵達過東非海岸 在鄭和航海圖當中 曾經記載過萬八薩這個地名 後來經過查證 萬八薩原來就是蒙巴薩 當時的肯亞首領 曾經向明朝的皇帝朝貢過一隻麒麟 到底什麼是麒麟呢 麒麟本來應該是虛靠出來的 根據一些史籍畫出來的圖片 原來麒麟就是長頸鹿 除了在史籍裡面記載過這宗史籍 究竟有沒有一些實際的文物遺跡是可以發現得到的呢 因為這樣就會比較有說服力一點 如果只有典籍記載的話 分分鐘他可能是聽人說或者道聽途說也不一定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看鄭和航海圖 其實也是畫到鬼五馬六的 基本上完全不跟比例 不過不要緊 原來在肯亞當地曾經發掘到一些永樂通保的銅錢出來的 至少證明得到當時的中原皇朝 和肯亞都有過多少的聯繫 至於到了今時今日 中共政府和肯亞的關係就更加密切了 這條蒙內鐵路 其實也是受到中國的推崇被知 是在一帶一路裡面的重點基建項目 上星期中非舉行了視像的峰會 在峰會之上 習近平稱讚這條蒙內鐵路 在全球大流行的武廢疫情當中 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因為蒙內鐵路確保得到 貨物是能夠從肯亞東海岸的蒙巴薩港口的樹 暢通無阻地進入到東非的內陸地區 有助於保持東非地區的貿易往來 他就此向肯尼亞總統表示祝賀 只不過好景不常 在上星期 肯亞的上訴法院 終於就著蒙內鐵路的合約作出裁決 本身在2014年的時候 肯亞的維權人士 已經對蒙內鐵路的建造合約提出訴訟 本來在高等法院那時候裁定了維權人士敗訴 但是到了上訴法院裁定了 肯亞鐵路公司敗訴 當地的維權人士就認為 蒙內鐵路作為公共的基礎建設計劃 很應該要遵守政府的招標和採購程序 確保得到是公平和透明 但是 肯亞鐵路公司從來就沒有就著蒙內鐵路 進行過任何的公開招標程序 也都沒有進行到獨立的可行性評估 而是交由合作的中資企業 免費進行可行性的研究 當然 由中國的企業去做研究 就當然是說你可行的了 難道不可行走去賭自己迷嗎 實情這條蒙內鐵路 就是由中國提供貸款 以及由中國的央企 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旗下的子公司 和肯亞鐵路合作興建 第一期就連接了蒙巴薩港和奈洛比 造價32億美元 在17年的時候啟用了 第二期就從奈洛比延伸到納瓦沙 就是中部峽谷的一個城市 實情當地就是以農業的生產為主 在經濟上相當之落後 造價就是15億美元 在19年的時候啟用 第三期暫時是議定當中 就由納瓦沙再延伸到烏干達的樹 估計造價要35億美元 那麼蒙內鐵路頭那兩期 都是由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貸款的 但是到了第三期 這家銀行就說要等待可行性的評估 證明得到這條第三期的鐵路 是有商業的可行性 才會批給 暫時凍結了 這個就跟兩個因素有關 第一可能中國本身自己都莫財 因為要面對著經濟下行帶來的嚴重失業問題 以及資金緊絕的問題 那哪一隊還有錢 就是在非洲建建這麼多鐵路呢 第二就是跟肯亞政府的態度有關 因為建了這一條蒙內鐵路之後 其實當地的民間就非常反感 因為這條鐵路對於當地人來說 就不是太負擔得起的 那些票價 故此在當地就造成了非常大的爭議 因為你向中國借貸去搞這條鐵路的時候 那些錢其實就是要償還的 楊毛出自楊身上 償還的錢當然就是轉嫁給納稅人 所以很難怪當地人會有這麼強烈的反彈 況且中國在當地真是倒閉 不僅由中資銀行借貸給當地 建設這條鐵路 而且在批給合約的時候又批回給中國的鐵路建設公司 好了 那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不是啊 原來到了營運的階段 又是由中資的企業去營運的 這一間就叫做非洲之星鐵路公司了 在去年 這個蒙內鐵路的客運和貨運的收入 總計只有1.36億美元 但是肯亞議會就透露了 原來肯亞鐵路公司就要交付3.8億美元的管理費 就是給非洲之星鐵路公司的 根本上你做了也不夠貼 而且還沒計算要償還這個貸款 所以真是 吃人也不吝嗇 而且根據蒙內鐵路的合約規定 就說肯亞港口局每年都要提供100萬噸的鐵路貨運量 而去到2024年的時候 就需要增加到600萬噸 為了達到貨運量的目標 肯亞政府在去年10月開始 就強制要求進口商必須要使用鐵路運貨 當然就是遭到相關業界的抗議 一來用你的鐵路運貨 比起用貨車運貨的成本高出一半 第二 如果你強制用鐵路運貨 換言之那些所有貨櫃車司機 全部都是要失業 至於中國駐內諾給大使館又怎麼說呢 他們的人員就證實 說非洲之星鐵路公司 的確是未收到部分的管理費用 但是仍然很讚賞肯亞政府 為了結清款項所作出的努力 就是說你還持一點不要緊 最緊要你最後肯給錢埋單就可以了 只不過你有張良計 他有過長梯 當地的法律專家就提出了一個觀點 說上訴法院所作出的裁決 是會有後續影響的 是可以為了肯亞政府提供一個藉口 免取當地政府對於蒙內鐵路項目所承擔的責任 而且肯亞政府還有可能 就著蒙內鐵路的建造合約 向國際法院提請仲裁 到底肯亞是否想借機來走數呢 那就不知道了 反正後續的行動暫時未見到有 但是裁決就做了 究竟肯亞鐵路公司會不會再上訴到終審法院呢 暫時所有的報導都沒有提及到 但是肯亞法院的這個裁決 也很有可能會圍著其他一帶一路國家樹立一個榜樣 究竟其他國家會不會是有樣學樣 使人走到當地的法院那裡 對於一帶一路相關的合約提出訴訟呢 然後會再有後續行動呢 如果有的話中國也挺嚴重的 最後就想說一下昨天發生在大陸的一件怪事 在瀋陽和成都 都有大量的民眾公稱 就說聽到一些奇怪的巨響 而且聽到響聲的時候 同時也是一些震動的情況 但是中國的地震局就已經否定了發生過地震了 究竟這些巨響是源自什麼地方呢 根據我的估計 其實很有可能就是那些超音速的軍機 在進行飛行任務的時候 所發出的音爆聲響來的 而這些音爆聲響往往都會伴隨著一些輕微的戰鬥 跟當地的民眾所報告的聲響是類似的 如果不是音爆聲響的話 就真的想不到有什麼其他科學的解釋了 至於你說是不是非科學的解釋 或者說山尾在叫呢 真是不知道 我真的無從稽考 而且很多民眾都只是用文字來記錄 可能這些巨響也只是持續了幾秒 很多人都錄不及 所以沒有聲音檔可以聽得到 反正中國政府也沒有公開說明 究竟這些聲響是來自什麼地方的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